现在养狗狗的家庭也越来越多 当然了,在国内很多家庭有了小宝宝之后 会选择把狗狗给送走一段时间 怕它们的眼性会对小宝宝造成伤害 不过在国外可就不一样了 很多家庭会把狗狗当作小宝宝的玩伴 而狗狗们也能够尽职尽责 不但能陪小主人一起玩耍 而且还能冲刀保镖的角色 不过有的时候狗狗也能够做出一些非常搞笑的事情 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吧 国外的一名网友去养了一只呆萌可爱的狗狗 有一天,主人准备去带狗狗去医院打预防针 主人来到狗狗的房间后 却发现狗狗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按时起床 而是躺在床上装睡 主人对着它连喊了几声 而狗狗仍是双眼紧闭 身体躺得支挺挺的 接下来主人走上前去轻轻地拍打它 但是狗狗仍是无动于衷 看这样在好像在说 任你怎么样我今天就是不起床 不过道高一尺磨高一掌 狗狗装睡的笑把戏 怎么可能骗得过主人呢 于是主人便拿来了狗狗最喜欢吃的零食 当闻到零食的香味后 狗狗终于忍不住了 马上抬起头凑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后 主人直接笑得直不起腰了 词费